老板 我们先逛到这儿吧 我们走吧 等会儿我还没逛够呢 这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去海边看看 走走走 此屁不宜究竟 你是不遇到什么熟人了 熟人没有 都是陌生人 陌生人怕什么呀 熟悉的陌生人 到底是熟人还是陌生人 哎呀 就是我以前追过他 他没答应 就一个女了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 长什么样呢 看看 不不不是 这没必要 看看怎么没必要的 老板 你吃醋了是吧 攀比什么 什么攀比吃醋呀 我老娘科技大着呢 我就想帮你出口气 出气 怎么出啊 看我的 老板 就他 小宗 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啊 我就想没吃家 我自己出来逛逛 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还单身吗 我 你不叫我叫了呀 这位是思思 你好 你好 我是他老婆 我们这不刚把孩子哄睡吗 就出来溜达溜达 对了 要婚了 啊我 对对对 你现在还没有稳定工作吗 你不知道美女 当初就因为这个事 我才没跟他在一块 不是 当初不是因为你不体谅我 跟这没关系吧 哎呀 你俩的事他都跟我说过了 我呢 现在很体谅他 我们的小日子呀 过得很幸福 他对我特别好 我怀孕的时候吃不下东西啊 就是我老公在照顾我的 对我可好了呢 好吗 哈哈 那个老婆 咱们回家吧 好呀 走走走 怎么我开车了 我送你们俩回去吧 好 行吧 那那走走 不是我说你啊 男人就得有点上进心就不知道 在大车开车 你让美女生你遭罪呢 连个车都没有 不像我男朋友 给我买了辆车开 怎么样 不错吗 这不是咱们啊 是骂不起的 不正好做两个 不好意思啊 我要先走了啊 老公 那车要干嘛呢 啊好好好 你改了 啊 来了来了 哎经理经理经理 怎么了 听说了吗 公司倒闭了 嗯 你瞎说什么了 怎么能倒闭了 你开什么玩笑 不是真的 你这边吹 不是 你 这怎么一夜之间工作变成这样呢 我就跟你说是真的吧 你不信 这这也太突然了 哎 那那那是老板 坐坐坐 老老板 你们来了 哦老板 老板你别太伤心 既然已经成这样了 你就别太往心里去行吧 对 解爱老板 这个 是我的 这几年的积雪 那个客户 小龙的东西 经理你 不是不是 是我攒下来的 那个 又与你 东山再起 我相信你 一定能东山再起 我还给你打经理 行吧 走啊 给小龙拿来 嗯 马经理 我也感谢你这么多年 不管是我对你怎么样 你就对我不离不歇 是是 嗯 祝你以后的事业呢 飞黄腾达 好不好 不是老板 蒸蒸日上 老板 拿着这条花送给你 老板你带我走吧 哎老板 老板 哈哈 不对呀 这事不对呀 有没有马经理欺负你了 你就是咱们公司的新总经理 太好了 太好了 哈哈 六凯快 快 帮我帮他 怎么又来了 哎 六凯 想不到呀 你这么快就开新公司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五十万 没有白投入 哈哈 我现在也是股东 我现在也是老板 当英里的是吧 我说我说我说 呃 哪个办公室是我的呀 嗯 哎 这个办公室就不错 哎 一三包嘴的 无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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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鼓屁股 哎 这个约的奖金签 好 谢谢老板 嘿嘿 真好 啊 小冬啊 太两天了是吧 哈哈 上个月迟到八天 啊 哭一打 哼 哼 上个月 是不是天天给老板 迷了眼去的 我告诉你 他以为这不允许 所以哭一打 哼 都是我的了哈 不是经理啊 你说咱都是养家糊口的人 你至于这样吗 呵呵 至于吗 太至于了 上月老板扣了一万 拿你的底扣 知道吗 呵 经理啊 你这样 你会后悔的 我现在就给我老婆打电话 给你老婆打电话 呵呵 不存在了 我跟你说啊 你老婆难道能睡得 往下来捣我吗 呵呵 真有意思 你老婆肯定是个母老虎 你老婆啊 有人欺负我啊 你快来收拾她 呦 母老虎来了 你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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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他都 老板他欺负我 啥 没有 老板我说小东真有福 你刚好还奖金 我又给他罚了一打奖金 啊 这样啊 是了 请他拿去花去吧 行 拿来吧 好上班去吧 好 好嘞 爱你 哎呀 快快快 今天晚上留他来 给我加个班 老板今天晚上不行 我今天晚上得陪马经理 见客户 我先走了 你回来 怎么了 让他自己去见 你今天晚上留他也陪我 不是你看电话都吹来了 跟我讲 喂 他今天晚上要留下来陪我 不能陪你去见客 啊 儿媳妇 你干嘛 老板我要请个假 干嘛要请假 就是 我回家向个钱 不是你都向了几回了 向了八百来回来还没成功呢 不是经理 这不是不一样 我妈我找了一个混血 是混血 混血 咱老板还是混血的 你怎么不说呢 啊 对对对 给解释解释 我给你解释一下的 咱老板是中国国籍吧 对 美国的作息 俄罗斯的脾气 非洲的经济 不比你那个强多国混血啊 你说什么呢你啊 自己交法款去吧 老板你招我 老板你招我 小刀 这是你做的方案吗 对啊 这是什么呀 罚款500 你不闭嘴 你别以为你大长腿 你就了不起啊 我什么我 你个小仙女 你别以为身材好 你又可以肆意妄为 你什么你啊 以后还扣不扣我钱了 不扣了 不扣就行 以后再扣我钱 再欺负我 我让你好看 还要我干嘛 不扣我了还要工资啊 老板我要涨工资 不是小刀 你有点过分了啊 一个月一够30天 你请假20天 还有10天涨工资 什么事 你去哪有点太过分了小刀 我 哎呀我不管 反正今天不鼓掌 我就不干了 呀哈 你看我俩来劲了 来来 不找你走了 快走 我拉你出去 行行行 你俩别吵了 我接个电话啊 涨工资的事 一会儿回来再说 喂 喂 你好 我是来电视的 哎 小美 哎 小冬哥哥 你怎么也在这个公司呀 哦 哈哈 哈 你两块钱 留下他 啊 不是 这里我不是那种人 哈哈哈 真假的 只要你努力工作 就能成为咱们公司的精神股东 嗯 什么是精神股东呀 哎 就是免费给公司打工 啊 别的公司都是996 咱们公司是007啊 咱们公司制造优秀的员工啊 啊 就是一周七天 每天从凌晨零点干到5月零点 说什么呢 那咱们薪资是多少呀 年轻人不要谈薪资 要谈理想知道吗 不是马经理 你怎么能忽悠一个就忽悠一个呢啊 有你这样给人画大饼的吗 不是我什么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这 老板我在带工资 招员工了 小东老是拆开 嗯 什么老板 老板明明是经理亲人太善 我明告诉你今天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我去行 那我现在就走 小美 咱俩现在就去感激执照号找工作 感激执照 都是真实企业 直接招到好工作 还能为人实情看公司 保证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赶紧走 赶紧有人提你的班 经理你 你走了 我怎么办呀老公 你在怀疑你在贪心你在拒绝我贪心 嘿嘿老板 小东 几点了啊现在得上班 哎那个老板我还有活啊 我先忙了啊 小东你不要以为跟我这么多年 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了啊 你小心我早晚把你给开除了 知道了吗 你说什么 我早会儿吧 小东你快去老板你 你滚 哎哎好好好嘞 你刚才说什么 早会儿把你给开除 那正好啊 以后我中午来上班 嗯 他敢向我给我生气 他敢和我腿住啊 老公跟咖啡 啊老板 你喝老板 我不喝 小东 你人缘挺好呀 买这点 好好 快来办公室 又又咋了呀 哎呀 老板 哎小仙女早上好 嗯 呵呵 叫什么 小仙女 你看你长得高中三连带 卡自然大眼睛 小白腰大长腿 你就像我全公司所有女士的标杆 所有男生都梦苏情人了 嘿 老板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了 就想给你讲一万块钱奖金 哈哈 谢老板 祝你脸上不长肉 光齐不长肉 冬天青夏天白 一年四季发大财 嘿嘿嘿 老板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 今天又给你收个副总的 马副总 哎呀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副总干啥 吓死我了 来 我的酒 可爱 当你亲你的老板 老板 早呀 咦 太喜了 哎老板 早上好呀 咦 咦 十分成绩 哎老板 早上好呀 院子总动 Made my treasure I sweat my forever my baby 哦 我漂亮而美丽的老板 我想长点工资 我上个周不是刚给你长的吗 小冬 哦 我的小仙女老板 我还想再长一点 行了 我一会儿通知财物 我再给你长一千 哦 谢谢我亲爱的小仙女老板 哎呀 干嘛 哦 老板 我也想长工资 都滚出去 吓我一跳 哎 这些人生无偿 大肠包小肠 啊